您好,Lazada电子商务学业中心欢迎您的光临 我们很荣幸能由您在实习 在这段视频中,我们将讨论如何运用及使用报告 这份报告将帮助卖家做到以下几点 保存销售记录,成功和失败点,表现平均,数据分择 及计划下一步 卖家中心里有两种类型的报告 订单报告和销售报告 进阶,登录到您的卖家中心藏户 然后去报告,再销售报告 一旦你点击了报告,两种类型的图表 订单和销售会出现 订单图表显示你的订单表现 在图表的右上方,你能选择每周或月 来比较你的订单流量 在原定个时,你可以比较这星期及上星期的订单流量 订单图表可以显示后两星期内的每一天的流量 同样的,你可以选择最后一个月 两个月或三个月 横线表示订单的数量 而垂线表示日期和时间 比较日期期间会显示在Selected和Compare 此图能帮助您了解您的订单处理表现 Dashboard旁边的订单报告是业绩 在这页面,你可以观察您的应业收入表现 您能选择过期或月份过日期选项 并观察在明显时间里的销量表现 横线显示的销售数字 而垂线表示的日期和时间 有了这两份报告 您能观察和分择你在Lazada的表现 您可以比较您参与Lazada后的线外业绩 在线业绩和市场营销构销 您可以使用这些数据并做出未来策略 感谢收看视影和加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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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